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United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那Summer Camp又被称为下校 它是一个让学生事先体验大学生活 尝试理想大学课程的机会 作为课外活动中的重头戏 在申请难度上并不亚于大学申请 那是不是没有优质的下校就等于与名校无缘了呢 除了下校之外 还有哪些课外活动也同等重要 今天讲座的分享人 是有着六年大学规划和申请经验 同时也是UC Berkeley认证的大学升学顾问和职业规划师 陈老师来给我们一一解答 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了解Liten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 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美国各州30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湾区 三湾市 半岛 Sacramento 南加 芝加哥和西雅图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 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 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陈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很久不见 最近的话呢 慢慢的大学申请的结果也出来了 那今年的话看起来相对往年来说 是比较惨烈的 那不管是从UC也好 大家可能也看了很多的文章 都在讲说 哎呀 各个就特别是这个比较好的学校 他收到的这个application的数量是 就是有史以来的最高 达到了破旧 那今天的话呢 所以我们会把重点放在一个是 首先我们会go over一下这个admission的 这个一些影响它的结果的一些因素 包括说一些 一些admission里面的一些趋势 因为最近大家可能也了解到说 OK SAT啊 这些SAT to the college board 有各种各样的改动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讲到说 那根据你的GPA 你的test 你的activity 你需要怎么样去制定一个目标 包括说 你的expectation应该会是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的话 怎么在GPA test和activity里面 我们去找一个balance 这样子的话 学生他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计划 那么会讲到这方面 那今天的重点呢 其实还是会放在activity这个上面 我们之前的讲座有讲过 这个像我们的Herry老师有讲过 这个跟准备考试啊 准备这个课程有关系 有关的这个讲座 而且现在的这个阶段 就我们自己的学生来说 当然也是大部分学生的 现在现阶段的这个进度来说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准备这个summer的一些planning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重点放在这方面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会讲到一下这个summer program和summer planning的区别 就是说这个夏季的这个下校 我们所谓的下校夏令营这些东西 它其实只是你整个summer planning里面的一部分 而且有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OK 那当然根据各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 那summer planning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 它不仅仅是这个去申请一些下校这么简单 所以在做这个summer planning的时候 它其实会比summer program 去申请summer program还要更复杂一些 要考虑的因素更多 那我们最后会讲到他们的区别 包括说在做summer planning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OK 我们首先讲到的就会是这个admission factors OK 那这个话我记得之前我们讲这个application essay的讲座的时候 后Erica有social的代表一些 那这边的话我给大家放到的一个表是NACAC 这是一个美国的这个consular的一个官方组织 它的每年会它会有一个survey OK 那这个是它的最新的一个survey 它的主题就是说admission factor OK 那它对各大高校的这个admission officer 它做了一个调查 那这边是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调查的结果 也就是说各个学校的admission officer 他们在看我们的学生的application的时候 他们会去注意哪一些地方 他们会把这个他们我们所谓的weight 这个百分比放在哪一些项目上面 那在这里面的话 首先大家可能看到我把最后这个SAT2把它划掉了 因为我们可以告别SAT2了 它已经以后不用再考虑它了 那在其他的项目里面 首先对大多数学校来说最重要的其实还是GPA 那GPA这个东西我在跟我自己的学生在meeting的时候 也是很强调这个东西的 为什么呢 GPA它和test score不一样 它为什么看起来会比test score更重要 因为它需要你用三年甚至是三年半 OK 我们说再加一个学期 12年级第一个学期 因为regular admission的学校 可能很多私立学校 它会看到你的那个第一个学期的 12年级第一个学期的成绩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GPA很重要 因为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去把它build up 那有人可能会说 哎呀那UC的话是不是我可以少一年了 其实你理解不应该是这么理解 UC我们说的UCGPA 它的确是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GPA 那包括三个summer 那但是你在application上 你需不需要report你的九年级成绩 yes 你需要report你九年级所有的课程和成绩 那九年级总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他们会看到的 OK 那另外的话 接下来就是test score 在 其实我之前的话 这个NCC的report 我每年都会去看 它的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 当然这个只是一年的 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 在过去的几年中 test的这个东西 它的重要性是在降低的 那么 我们也知道 cology board cancel这个 cancel那个 这个改革 这个改革 那个改革 跟它有没有关系 我想是一定有关系的 因为在很多的 包括说一些大学自己的block的文章里面 也会想到说 大家或者 如果你 大家比较关心这些 higher education的这些 各大的website 可能 可能 也会发现说 很多专家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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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关于 admission 他们都会提到说 SAT的 它的比重 它的重要性 其实是在慢慢慢慢 是在降低 因为 大家会把中心去放到 其他的东西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慢慢在降 但它重不重要 我告诉了学生 它是什么 它 其实还是很重要 就算它是 我们现在 很多学校是 test optional OK 我们来年的admission 很大部分学校 还是test option 因为这个 疫情的关系 但是 你不交 OK 没关系 不减分 但是如果你成绩很好 你交了的话 一定对你来说 是一个加分项 positive capture 这个地方是 NCSE 它用这个粗体字 黑体字 把它特别标出来的 这个是 它在 之前 19年以前的 server里面 没有的东西 就是新的 加上去的 而且 它的重要性 其实是在 慢慢慢慢 是在增加 那这边的话 我们会 等一下 我会把它单独提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那接下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包括essay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application 做的 做application的 一个技巧 包括 它也是个艺术 是个科学 也是个艺术 那essay writing 那接下来的话 student demonstrated interest 这个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对学校 表现出你的兴趣 很多的学校 主要是这些私立学校 它很在 它很在乎 你这个学生 对我们学校 到底有没有兴趣 是不是真的想来 对不对 你有没有来过 我们的campus tour 你有没有sign up 我们的这个webinar 现在都是webinar 都是virtual了 你有没有办法 去campus tour 如果它有 各种各样的admission event 这是virtual的话 你有没有去sign up 你有没有留下你的记录 你的email 有没有在上面 所以这些东西 学校其实非常care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positive character 那positive character 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 为你的这个正能量 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从学校的type 从学校的种类上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私立学校 更看重这个学生的这个个性 这个正面的这个personality OK 那从这个学校的这个竞争的 强烈的程度上来说呢 我们看到这个accept rate 更越低的学校 也就是说我们说 竞争更激烈的学校 这个越来比较selective的学校 它很看重这个学生的这个character OK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你是怎么样成长的 你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 一些见解这些东西 它非常看重这一点 那么这些东西 大家会想说 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样去体现 我又不能直接在 application上面说 哎呀 我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人 我非常正面 我去你想刻意的 去塑造一个正面的形象 OK 那么这边的话 是这个survey的 接下来的话 它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小小的调查 就是说 这些admission officer 他是从哪些地方去判断 这个学生有没有他们想到的这个所谓的positive character 首先一个就是你的这个assie writing 这个的话我记得 哎 我们上学上个礼拜的讲座是跟assie有关系 positive character这个东西在assie里面 你不是说刻意的你要去把它作为一个卖一点 要把好像把你自己放在market里面 要去卖一样 好像是在做销售的一个感觉 但你要非常含蓄的 有技术的在你的assie里面 慢慢去体现你的这个positive character 你要怎么体现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技术活了 那每年的申请季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跟学生在一起做这个事情 那另外一个的话是老师和consult的推荐性 这个推荐非常非常重要 推荐可以改变 它甚至可以改变这个学校对一个学生的这个decision 对一个学生的看法 那我自己我个人的话 可能刚刚Elle也讲到过 我在Berkeley有拿到一个certificate 那我们在上这个consulting的课的时候 老师有分享一些真正的application 包括他们的这个推荐性 那我记得在看有一些application的时候 我个人在看他本身这个application的时候 感觉OK这个学生就还好 就还好 如果你要如果我是admissure officer的话 他可能是在borderline这种状况 那但是后面当我进行到这个学生的这个推荐性的时候 这个推荐性彻底改变了我的这个学生的看法 非常的 他他从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 去描述了这个学生的这个性格 他平常的表现 所以所以我在这边就想提醒各位说 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在公立学校 OK我们现在知道说公立学校 因为资源的关系 这个尤其现在上网课 这些virtual learning 对学生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 那学生们如果有这个 老师有这个像office hour 有这种tutorial sension 有这个TAsension 各种各种和可以和老师有接触的机会 有communication的这些机会的话 我觉得尤其是在这种online的情况下 学生其实更应该参加 因为很多的孩子他因为是online 他反而就觉得说 OK那我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没有关系嘛 但是其实他是有关系的 他会影响到你之后的推荐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extracurricular和work activity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课外活动 那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排在第一的这个personal statement 在asset这一部分其实他很多情很多时候跟学生的activity也有关系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终结会被放在activity上面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application 就会发现说很多孩子他的文章其实是建立在他的所做的一些activity的基础上 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personal experience 像这种life experience 但是其实是少不住 大多数孩子他的文章的这个起点 他还是建立在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上面 对大部分的孩子 所以他的很多的成长是通过很多的activity来成长的 所以他做的activity不光是会体现在我们说application 我们填application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单独的section叫activity list 但是他的activity 那他的activity还会体现在他的写作里面 这个是肯定的 对 那包括说 不管是我们说的这个personal statement 还是说这个学生需要写一个 比如说跟他major相关的东西 学校非常喜欢问 很多的学生非常喜欢问 啊你为什么要申请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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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啊 对不对 那他的做过的一些activity 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asset的质量 这个没做过和做过的孩子写出来的文章 是非常容易区别的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这个interview 那interview的话 有的学校有 有的学校没有 其实大部分的学校都 现在来说的话 大部分学校其实还是没有 但是好的学校有 对 interview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直观的 对学生的一个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了解 当然可能现在是skype了 对 那最后的话是other 那other里面可能就包括一些什么呢 这边我想提出来的一点 就是这个学生的这个social media 他们的社交媒体 这些网络上面的一些image 我说的image不是他们的profile picture 是他们在社交网络上体现出来的这个学生的一个面貌 因为我知道这个高中生嘛 很多时候飞黑几百 而且很容易被身边的是身边的人 他听到的看到的东西影响 那他们在做这个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些东西的话 他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不要太极端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大概有三分之一 去年的survey显示说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admission officer 他又表示说 他们会去 很好奇说 这些学生他在社交媒体上面 呈现出来了一个面貌 那他们会去看 对 他们会去搜 他们会去看这些学生 他post了些什么东西 包括他在别人的post里面 他有一些回复 他有一些回复 回复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所以这些东西 他都会影响到admission officer 对一个学生的影响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现在的话 大家现在这个孩子们 现在天天都在网上 都离不开电脑 没办法上课 得用 那各位家长 也要特别特别注意的这一点 OK 那我们大概讲完了 这个admission的一些criteria 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GPA test activity了 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最重要的几大块 我们这个影响admission的 这个因素 那这边的话呢 是一般来说 我们怎么去看一个学生 对学生的话 第一我们看的是一个GPA 一个学生进来 就九年级也好 十一年级也好 我们可能第一个问的就是 成绩怎么样 那这边的成绩主要指的是 在学校的GPA怎么样 因为刚刚也说到了 GPA这个东西 你是需要时间去build up 而且从GPA 从问成绩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一个学生他可能是文科比较好呢 还是理科比较好 包括说他的 像他的AP Honor 这些东西都会 都会呈现在这个GPA里 那你有了一个GPA以后 我们就会有些expectation 我们会有些期待 你有这个GPA 那我们会觉得说 你的SAT可能应该考到多少分 尤其是南湾 东湾这几个比较competitive一点的 这个功力大功效来说 一般来说GPA好的 SAT不会太差 OK 那也根据这个学校的这些average SAT 我们会有一个判断说 这个学生的SAT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那最后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 activity的一个期待 那这边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是期待了 因为有孩子进来 很多孩子进来 他的弱势其实真的是在activity上面 跟不上 有的时候是因为学校太忙了 有的时候是因为不知道去哪里找资源 那activity的话呢 从最基础的 最下面是最基础的 到最上面是最advanced 这个我等一下会 每一个我都会拿出来说 那这个的话是 我们对学生的一个期待 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OK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这个叫做理想的状态 理想的状态 如果有一个4年的GPA 那我们可能希望的 SAT会在这个36这个地方 那或者是怎么样35也要 那它的activity 我们在做planning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这个goal如果 设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如果你有这些东西 你对我们的这个tier1的学校 是 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比较准确 in order to be competitive OK 就是你如果想对在tier1的学校 你在这个application pool里面 有这个有竞争力 你需要这些东西 而不是说这不是average 这不是说你达到了这个 你可能就达到了这个 average的这个状态 这不是average 这是competitive的状态 OK 那tier1的学校是在哪里 tier1学校 简单的一句的话 Top 10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3.9的GPA 那我们可能会希望 这个学生有一个34的ACT 或者是1500以上的SAT 那我们可能在activity方面 我们希望他至少有up to 到这个leadership这个位置 OK 这都是这两个 那这一档的学校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大概是在30左右 OK 像几个例子的话 NYU Bossom College Touffs 这个地方的学校 那again in order to be competitive not average OK 不是safe OK 有了这个不表示safe OK 那给大家两个例子 第一个 第一个学生 3.9的GPA OK 那它可能是1440 或者是大概在30 这个ACT这个状态 那activity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吧 CS club Robotics club 这都是非常popular 而且每个学校 基本上都有 volunteering 有一些 学校的key club 因为key club 可能occasionally 会通知学生 这里有一个event 需要volunteer 那边有一个 需要volunteer 然后那其他的话 有一些sports 可能在学校的swimming team 然后有弹钢琴 对不对 或者是小提琴 那这样子的一个学生进来 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的play 可以不是处理 首先一个 成绩方面的话 成绩方面的话 如果这个学生是一个10年级 11年级的孩子 这个sat 他要准备考sat的 那1440这个状态的话 他如果是 他的practice test 如果是在1440这个状态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这个孩子 他不是去上这个 暑假的这个 这个一天四个小时的 一个礼拜四天的这种课 其实我会建议tutoring ok 如果有这个level的话 那因为他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在这种跟大家一起上 大家学一样的东西 他可能会有一些individual的issue 他需要解决 但是在大课里面 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这样的一个孩子呢 他GPA其实很好 如果再加上 如果他是比较好的一个高中的话 他其实是有 他的基础应该是 还是可以的 那在activity方面 这个是需要很多努力的 如果这个孩子 真的只是只有tickle volunteering的话 一般其实这种状态 其实我会比较担心 因为他没有一个long term commitment ok 这个我们等一下 我会细细地讲到 我们的volunteering 那什么叫long term commitment 是一个地方 你可以一直的 非常稳定的去做 而不是说 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ok 那另外的话呢 根据他整个的这个profile来看 这个孩子应该还缺什么 首先他的summer 他需要一些educational program 那我们的summer camp 我们在之前做过两次 专门的讲座 那summer program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 ok我参加了这个大学的 这个summer program 我就一定可以进这个大学 他其实他的意义 不在这个地方 首先一个 他是让学生去export 他的interest 那另外一个 summer program 他很多的program 比如说 比如说cosmos 比如说stanford 他的这些课的 这些topic 他是学生在high school 他是学不到的东西 那比如说columbia的summer camp 有个叫animal mind ok 动物的思想 那这种东西在学校里面 他是学不到的 他其实是给学生 更多的一些idea 包括说 那有一些summer camp 可能会让学生 跟他的mentor也好 他的classmate也好 会有一个connection 那这以后都会变成 他自己的一个资源 那所以这是 这就是为什么说 为什么我们会鼓励学生 有条件的话 有时间的话 要去参加一些summer camp 那work experience 这个的话 他是一个秀学生的一个能力的地方 他和volunteering其实还不比较 那另外的话 这个学生可能还缺一点leadership 那leadership要从哪里来 等一下我会讲到 OK 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个例子 其实第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比较typical的例子 这个的话代表的是 我见过的大多数学生 OK 大多数学生 那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这个的话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的mentor拿来做反面教材的一个例子 那这是一个真实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 那很经典的一个例子 4.0的GPA 南湾某知名大功效 SAT满分 那个时候还是2400分的满分 但是我们这个表现已经是新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2400分的满分 那他的activity包括些什么呢 很fancy 这个他的resume拿出来真的是impressive Research跟着这个两个summer 跟着这个大学的教授 做lab里面做research Leadership 有club的这个president 这个robotics 对robotics 这是一个学cs的小孩 Educational program 有它其中的这个一个 这个research 就是从这个summer camp 它是一个research的summer camp club member刚才也提到 在学校里面这个好几个club 而且都是有titled OK 那么这个孩子呢缺什么呢 他是真的没有volunteering 有一点点 很少的一点点 够他这个high school毕业 OK 这个孩子最后去了哪呢 U.C. Berkeley去 U.C. LA去 U.C.S.D.去 进了Irvine 进了David's 这个还是若干年前的 不是不是最近哦 不是最近这几年哦 那这个孩子问题在哪里 他缺了什么 他缺了这个shoulder commitment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volunteering OK 很多人觉得说 volunteering啊 哎呀 这个东西不就是最基本的 哪里都有的 很容易找的 但是他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OK 我现在的孩子里面 十年级来的孩子 九年级完全没有做volunteering的 有没有 有 这很可怕 其实 OK 那甚至我 我接过十一年级 还没有volunteering的孩子 OK 或者是很少的volunteering 那一进来说 我要找summer camp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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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制造 advanced 那样的advanced 东西 我说你最基本的 你做了吗 最基本的 还没做了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跟这个差不多 对 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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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极端的案例 差不多 那这个问题在哪 你没有一个好的plan 这是一个典型的 没有好的planning的一个案例 OK 你忽视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但是很小 但是很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说 你需要一个专业的 一个planning OK 那说到我们的这个planning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 一个一个的讲activity 首先 从 这个我把它倒过来了 跟刚刚的这个 给大家看的表不太一样 从club开始 club呢 是 大家 在 这个高中里面 多多少少 其实很多 就 现在的高中 很多都有几十个club 这样子 那 你有没有参加club 这是 这是你深仇 就可以得到的机会 club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 他会给你一些信息 OK 那另外一个的话 像我自己的学生 他现在有在 有在做一个club 那他请到了 guess speaker呢 好像 对他们 对他们的club 非常有兴趣 甚至给了他们一个 进summer program的一个机会 所以club呢 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activity 在这边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说 有一些孩子 如果他不是很确定 以后要学什么的话 也可以去多试几个club 他可以看看说 通过这些club 他有的时候 很多club 他会有一些活动 包括说有一些课 那他可以去了解说 如果我以后要学这个东西的话 我需要去学些什么东西 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那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喜欢的 如果不喜欢的话 他可以比较尽早的figure out 那volunteering 刚刚有讲到一些些 那volunteering 重要的是什么 那么大家都知道 give back to community 你的责任感 那找volunteering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什么才是好的volunteering OK 首先一个刚刚提到的long term consistence OK 一个同一个组织 你可以为他服务四年 和你四年零零散散的 做不同的volunteering 这是不同的概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有很多孩子 他的hour看起来还不错 OK 那他的hour是从哪里来的呢 夏天的某些internationalvolunteering OK 但是如果说 你是一个加州的resident 你是我们这个community的人 你的重点应该是在哪里 你的重点应该是在 我们自己的community 在我们身边 有很多机会的时候 你的重点应该是 放在我们local OK 而不是说 我就指着这个summer的时候 我就参加一个 这个volunteering的 这个camp 去某个地方 去一个夏天 我可以有100来个小时 那个hour的确很漂亮 OK 那个hour的确很漂亮 但是 他跟你四年 在跟着一个local的组织 做四年 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你服务的人不一样 OK 那接下来的话 music, art, sport 这个我们统称talent 天赋 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天赋 音乐,艺术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得来的 包括sports 他可能需要一些 对 如果你往高走的话 你可能需要一些协调性 那 那这个的话 全看学生的兴趣 有一些兴趣的话 其实是好事情 那 有的 有的家 很多家长就说 就问说 哎呀 我儿子 他以后想学cs 但是 但是他好喜欢这个 他好 他好 他好喜欢画画 天天都在画画怎么办 我说 他如果cs 没落下 他如果很喜欢画画画 这是好事情 一个 他 他有其他的一些skill OK 第二个 他可以把他的cs和他的art结合起来 这是他给他更多的一些option 所以 所以 如果有tan的话 是好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很多 很多 很多 很多家长就说 哎呀 你看我儿子游游游了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游不上去啊 我说 哎 这个 你如果要达到那个top的那个那个level 或者你觉得说 想用这个sport变成一个 你可以被大学recruited的一个因素的话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非常少的学生可以达到这一点 那 作为一个长期的hubbie的话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他当然其实也是秀你的这个耐力的 你的持久的一个work ethic 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 educational program educational program呢 我们讲了很多了其实啊 那 他有这个 有我们比较熟悉的 像这些cosmos啊 像这些 那包括说一些 比较advanced的一些summer camp 在educational program这方面呢 那我们也是 一直在强调说 有机会的话 要参加 刚刚也讲到了 那work experience work experience和volunteering的区别是什么呢 那work experience 你是pay ok 你领工资 你的上司会对你有所期待 对你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另外 你在做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面对的人 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你如果你面对的customer 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而且你deal的人 他不是说 他不是你学校的人 他不是 不是你的同学 不是你的朋友 是你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这是非常锻炼学生的一个 一个一个机会 我有一个新来的学生说 我现在有个part time job 但是我是在restaurant 好像跟我学的东西 没有我任何的关系 他是想学science 我说 但是你不要 你不用管 这个如果是work experience 你其实不用太care 他对你的science这方面 有没有帮助 他其实是对你的soft skill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 下面的话 是real leadership 我们说什么叫real leadership 不是只是一个title而已 ok 你的真正的leadership 你是需要有一个added value 你有一个title 你有一个president也好 你有一个VP也好 Founder也好 你在这个title基础上 你还做了哪些事情 对不对 你带着你的team 有没有做过project 有没有开展一些event 你的fundraising 你fundraising 你最后筹集了多少钱 然后送到了哪里 有哪些用途 这些东西才是体现 你是不是一个real leadership ok 所以不要太纠结在title上面 而是说 实际的你的这个leadership 跟你的意义在哪里 那research 那research的话呢 有很多孩子 他的research opportunity 其实是通过educational program summer program来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很多的summer program summer program 像Boston Boston University的rides 他是有research 那有一些可能是通过一些 家里的一些connection来的 那personal project 这个的话就是学生自己 他可以做一个project 那这个project 首先一个是 要他满足几个要求 第一个 他是这个学生的interest ok 因为做一个personal project 他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里面 那如果不是学生的interest的话 这个很难坚持下来 我知道有很多 很多时候 有一些孩子 我也知道 我有见过 有些孩子他做了 他有时候做一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是 家里的父母帮他 这个筹备了 对 那他到底在里面投入了多少 他到底有多喜欢 他自己的这个project ok 这些东西在哪里会体现 在他以后写if会体现 那另外一个的话 做这个personal project的时候 还要考虑到的是 你这个project 有没有解决一些问题 ok 你做project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解决问题 你可以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也可以是一个technical的问题 但是你的project 要解决问题 要有impact ok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 我会把它放在比较高的地方 如果说符合这些条件的话 因为他的确是需要 非常多的时间的投入 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一些 父母的支持 包括说可能要 带着开着车 带着孩子去跑啊 跑不同的这个organization 包括说他如果要注册的话 注册一个non-profit的话 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他需要父母的帮助 对 ok 那接下来会讲到这个summer program 和这个summer planning 因为我们接下来 现在已经三月底 那现在很多孩子 也是有的是看着 今年的这个admission的结果 然后有点 有点吓到 有的是因为去年 就没有参加任何的summer program 变得非常的紧张 那所以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 就是activity里面 就是这一块 那在这一块里面呢 首先讲到我们这个summer program summer program分成三类 pay to play 就是教学就能去 non-research 我们说lecture-based research 那这个的话 其实我在之前的讲座里面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过 所以我就不去一一的细讲 那pay to play的话 大概给大家讲一下的话 不是说每一个pay to play 都是不好的 pay to play有好的 有性价比非常高的program 也有百花钱的 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判断呢 对这是一个consultant能回答的问题 non-research 刚刚说的cosmos cosmos是一个不错的 而且是竞争比较大的 比较难尽的一个non-research的program totally step 那non-research的program还有吗 很多 非常多 非常多选择 各个学校 各个大学 尤其是比较好的这些大学 它其实都有这个non-research的summer camp 那今年的话 大部分的program都是变成online的 其实有它的好处 它缺点是你少了这个campus life campus life这一块 但是好处是比较flexible 那最后的话是research 那research的summer camp 其实如果学生有这个能力 包括说有这个意向要去的话 research的summer camp 其实我们一般是从 我自己带学生是从 秋天大概10月 11月份就开始 开始做这个planning 因为为什么 research的summer camp一个 它的这个 有一些program它代曼非常早 大概和这个cold application的代曼差不多 那另外的话 research的summer camp 它有大量的essay要写 很多program有大量的essay要写 之前带学生做过一个 一个research的program 两篇essay每一篇的word limit 它是750个字 比那个写那个大学申请essay还要长 所以summer program 今年的话 有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呢 首先刚刚讲到online 大部分program现在都online 大家要接受这一点 去年的话我知道 有些program临时改成online 有些有些家长或者学生就决定说 啊你临时改成online 我就不去 但是看起来 这个online 这个是逃不掉的经验 对 然后大家都online 包括有一些program 几个月以前 我在看某一个program的时候 它有两个option 一个residential program 一个online program 然后过了几个礼拜 我再去看他们的 这个website的时候 它的residential program已经取消了 说我们今年只offer online OK 那今年的情况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 这个online这个设定 more applicants 今年的话 非常多的这个学生 今年的summer camp竞争 还是比较大的 很多孩子在申请完以后 已经收到了这个program 发来的邮件说 我们需要推迟我们的这个 做决定的日期 因为我们收到了太多的 这个申请 我们希望慢慢看 和大学申请 这个一样 对 那最后的话是 每一个学生申请的 summer camp更多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我六年 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 帮学生申请过 这么多summer camp 从去年11月开始 那个时候还在申请 college application 到现在 今天刚刚下午 还在看学生的summer camp的essay 对 那今年的趋势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年我们要 那除了summer camp以外 我们还要做一些什么 那有一些孩子可能 不是很了解 他申请的summer camp 不是特别多 已经被拒了 没有地方可以去 觉得 那首先一个 其实还有一些camp 还是在有收 而且还是一些不错的camp 那这些camp的话呢 如果你有一样 要申请的话 还是有机会 那只是说你的work 可能也会比较多 因为马上 这个像很多 很多附近的高中 我们的高中 都在组织学生junior 如果是junior的话 最近在考sat嘛 然后五月份要考ap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 除了summer camp以外 summer program以外 你还能做一些什么 那这个的话 不仅仅是针对说 没有申请上summer camp的人 OK 没有申请到summer camp的人 已经申请到了summer camp的人 也可以去考虑这些东西 你的summer 这个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时间 和中国的孩子 比如我们这个 美国的孩子的summer summer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你怎么去利用 这个暑假 大学也很好奇 那OK 首先一个summer high school 这个summer high school 很多人对summer high school 有迷之执念 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利用暑假 我去挑点课 那这个到底需不需要 不是一定需要 OK 如果说 你是为了上一个 更advanced的课的话 那首先一个 你要去了解说 学校对这个课的pre-requisite 有的学校 有的学校它其实是 一定要 OK 一定要某一堂课 你才能上到 你想要的那文课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可能会需要 用这个summer camp 有些学校它是不一定的 OK 有些学校它是不一定的 那 这个首先一个 你要去了解说 如果你是为了 prepare 某一个课的话 你到底需不需要 你的这个pre-requisite 另外的话 就是说 有很多人 想用summer去跳掉 pre-calculus的文课 OK 很多 而且已经有很多人 已经跳了 OK 那这个的话 一般来说 我对学生的建议是 如果你数学不是特别好的话 不是说 我闭着眼睛 都能拿A的状态的话 我是绝对不建议 学生去跳掉 pre-calculus这门课的 OK pre-calculus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 它是给你calculus打基础的 summer high school summer high school 是一个什么状态 它教的东西 它其实不是特别深 它教的东西不是特别深 它非常快的 fast-paced 非常快的 把一年的内容 集中在几个礼拜里面上完了 那它的这个深度 难度都不够 你去handle这个 AP-calculus的课 尤其如果是你的高中 是一个比较competitive的高中的话 OK 你的summer school上的pre-calculus 应该是不够的 那也就是说你之后 你还要花额外的时间 去做一些tutory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的人为了summer summer high school 他会觉得说 那我因为summer high school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参加一些summer program OK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是比较单身学生 去参加summer program 而不是去参加summer high school OK 它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还有另外一点 summer high school 这个东西 你是不能放在application上面 上activity的 接下来voluntary 那你要做什么 你要去哪做 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些 你做voluntary的时候 这种international的 voluntary camp 你要不要去呢 除非你实在是找不到local的东西了 你可以去 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们local有非常多的opportunity OK 你把眼睛放在看起来很高大上的 这种所谓的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不如脚踏实地的在local做 那另外一个话 voluntary 像今年的话 今年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summer program 都是online了 所以其实给学生的 做其他事情的机会会更多 所以我会建议学生 在做这个online summer camp的空闲 抽一些时间每个礼拜 做几个小时的voluntary 在summer的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 孩子们通过做这个voluntary 他其实可以找到一些idea 像我自己的学生里面 好几个学生 他做voluntary 做着做着 自己把自己做了一个project出来 自己把它发现说 好像那个事情我可以去做 那个事情 最后他把那个事情 做成了一个自己的nonprofit 对 test prep ok 这个东西 重点给这个 尤其是这个我们 10年级 生死年级的孩子讲一下 这个test prep的话 我们的sat act 你要做哪些呢 首先你要确定 你要考sat 还是act 这个两个考试的区别 还是非常大的 ok 它适合不同的孩子 那 这两个考试的话 你要怎么去判断 practice test 那你做完practice test呢 你只看分数吗 其实不是 你除了看分数以外 你还得看 你还得看你缺的是哪里 你错的是哪 你哪弱 你才知道说你怎么补 而且你做完了test prep 你还要判断说 我到底是应该去 这个某些机构 去报这个大课 一个礼拜上 刚刚说了 这个一个礼拜上四天 每天四个小时 这个大课 还是说找一个英文tutor 一个数学tutor 这样子一个礼拜两个小时 会更efficient 这个的话都是需要判断的 那partime job 那刚刚其实也提到说 它不光是一个赚钱 它是一个这个 对 当然学生们 很多孩子 他一听到 哇 有零花钱 有零花钱 他非常的 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是他自己赚到的钱 那另外的话 就是一个社会经验 对 这个的话 他需要去 去 去满足他的supervisor的一些期待 包括说他的客户 对他的期待 他会去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那所以这个的话 对孩子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partime job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不管他是在这个 麦当劳也好啦 或者是在这个 Safeway也好啦 去整理货架啦 或者是这个 帮灵芝遛狗啦 这些其实都算是partime job 那最后的话就是project 刚刚说到这个 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 看到学生去做的一件事情 project 那project呢 他首先 学生需要一个idea 这个idea 这个东西是 别人很难给到他的 所以学生需要 他有一些activity的基础 他有一些想法 他把它发展成一个idea 发展成一个project 那另外的话 他需要人去帮他evaluate 孩子毕竟是孩子 他们还是高中生 他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 他有时候觉得说 我有一个idea 我要把它做出来 我一定要把它做起来 但是在他真的开始之前 这个idea 他到底能不能做 或者说他要做的话 他要一二三四要做一些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evaluation 那所以这个的话 project summer的时候是一个去想你的project 或者是你慢慢的开始要有一个计划的时候 summer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做这个时间 OK 那summer camp以外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最后的话呢 会给大家讲到一些 在整个的summer planning 在做这个暑期计划 有些什么样的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一些tips 首先呢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no one size fits all 不是说 不是说我领导这家的孩子 他做了这些 他进了MIT 我也要去做这些 我是不是也可以做进MIT no OK 没有 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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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summer 没有一个summer plan 或者是 academic plan 或者是 这个test plan activity plan 没有一个 一个plan 它是可以fit everyone 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个体 OK 每个人他有 每个孩子他有不同的性格 他有不同的爱好 他有不同的特长 他有不同的弱点 OK 那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综合起来 去考虑 去给他做一个 做一个planning OK 那 第二个的话 你需要去assess你这个value和trade off 那比如说 刚刚讲到的 summer high school 你的value在哪里 但是你失去 要失去一些什么东西 OK 你有些什么事情不能做 因为你做了这个 那 所以在这个balance上面 要掌握得非常好 你到底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OK 你到底想focus在 什么样的东西上面 那 你如果想做这些事情 你其他事情还能不能做 你有没有时间去做 有没有空间去做 那这个的话 都需要一个 很详细的一个plan 那 接下来的话 你的avviability OK 你需要知道说 不光是你的时间上 包括说 location OK 还有就是budget 预算 在这方面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要对自己 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 最后的话 努比要的one summer OK 对高中生来说 最重要的几个summer 九年级以后 那个十年级以后 那个十年级以后 那个 OK 那这几个summer的话 你不是说 你一个学生十一年级的时候 终于觉得说 哎呀 summer很重要啊 我要申请college 我这个summer还没做什么事情的 去年我的summer 我都是在做sat prep 我都 我上了一个sat prep 我还上了一个summer high school 我把precal给skip掉了 然后到十一年级的时候 发现说 我summer camp不够 那我要不要去申请 research summer camp 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如果你想去一个 advanced summer camp 你前面没有任何经验的话 你是很难申请到 advanced summer camp 你需要一个 慢慢慢慢build up的一个基础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 好的学校 他要录一个学生的话 那他会看你说 你的这个interest是怎么了 你是十一年级 才发展这个interest呢 还是你从九年级开始 就已经有这个interest OK 这个都非常重要 所以你不是说 你的你是看着一个summer 你得你做今年的summer planning的时候 你就已经要开始想到 说明年的summer planning OK 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些 比较小的小朋友 来的比较小的小朋友 就八年级九年级的 哎呀 今年的summer好受限制 因为年龄的关系 那我们就会想说 今年找一些 哪些会比较适合你 这样子的话 你明年 当你年龄够了的时候 你去申请这个 这个那个那个 你会 你这样子的话 会比较有优势 OK 因为你已经有一些准备了 那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要放在 这个整个summer planning的 这个规划的 这个这个考量里面 所以整个的这个summer planning 整个的summer planning 也好这个activity planning 也好 其实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 一个一个过程 对 也是 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 不是说 哎 你想怎么样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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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样了 所以 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好的 那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家长们的参与 那之后 如果家长还有任何 想要咨询的 那可以加我的微信 或者是支店 扫描屏幕上的微信二维码 我们每周六的讲座预告呢 都会在我们的 微信家长群中公布 如果您想入群 入群的话 可以加我微信 我来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陈老师 这个详细的讲解 讲太久了 暑期还有什么能够 再让学生冲刺一把的 尤其是今年 马上要生12年级的学生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晚安 我们下周六晚 不见不散